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 值得拥抱继续扣 但是你却在遇到他付报酬的时候 很恐慌性的卖出的话呢 我们以2008年金融海啸的历史来看 如果你在2008年金融海啸 那个时候 我们一样是5000元 然后定期定额 然后来投资美股 然后呢你如果坚持下去 经过2008年 三年之后 报酬率大概都是有1到2成 可是如果你在2008年的时候呢 赎回基金 亏损最高是负三成 也就是负30% 也就是说呢 在同样面临付报酬的时候 你的选择不同 以后的路就会不同 欢迎收看小姐的财经鸡汤 我是主持人小姐姐詹悬一 小姐姐的基金必胜客 上课了 今天要教你高胜率的基金买法 那我们是延续上一集呢 已经告诉大家说呢 主动基金呢 为什么你一定要买 那这一集呢 会是大家开始收到很多大家 开始买了之后的疑问 或是有了些人是在他不懂事以前 过去乱买的基金 所以他说套牢了怎么办 所以今天自己会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停利停损点怎么设 第二个就是基金被套牢 该怎么办呢 首先呢就是要先问 一堆人会问说 停利点怎么设 就是小姐姐我开始买了 看到上涨了好开心喔 10% 15% 20% 30% 要赎回吗 然后要赎回多少 整个本利盒都要赎回吗 赎回部分就好 确实基金的赎回是一种亿数 还有定多少%数赎回呢 也是不容易的 主人说小姐 人是要10% 15% 20% 30% 我要怎么去看呢 其实呢 每个人你扣的基金不同 也就是说呢 股票基金跟平衡基金跟债券基金呢 要扣的停利点呢 是不一样的 设定的标准也不同 所以呢 我们建议你可以从三个指标来观察 第一个呢就是起扣点的高低 如果说呢 一般人啊 我觉得大家开始扣的点 通常都会是在相对高点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一定是市场比较热 景气比较好 你开始看到身边的人好像赚到钱了 你才会想要来 就像之前在24000点的时候 是不是市场一片非常非常热 因为大家都认为 啊再来不就是25000再来不就3万点吗 所以呢 一般人都会在起扣点比较高的时候加入 但事实上呢 我们回顾来看怎么看 24000点之后是不是就开始修正了 所以呢 如果你是起扣点比较高的人的话 你的停利点我觉得就可以设小一点 因为你就不会觉得好像等很久才到你要的%数 那反之亦然 如果你大概是在2万点 或是我们长期就开始12000点 18000点的人的人 我觉得你的停利点就可以设高一点 因为通常呢 你再走一个就是上坡的曲线 你可以把停利点设高一点 因为也许你设15% 哇 一个月就到了 但你可能才扣款一次 懂这个意思吗 你的资金金额是很小的 所以呢我们把停利点设高一点 到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账面上的数字 停利出来 本金还是在里面 这也是一个做法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基金波动度 基金波动度就是说呢 平衡基金跟股票基金 跟债券基金 你要设的停利点是不一样的 波动大的 当然就停利点高的啊 像是股票基金 他就是基本上呢 3 40%都不是问题 对于股票基金就可以给他比较高的期待 但对于平衡基金呢 因为他波动率本来就比较小 所以平衡基金呢 我通常是认为不用停利的 因为他是一个可以长期存下来 还有很稳当的股债配置 所以他是一个你可以长期持有的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设停利点的话 平衡基金大约可以设在10到15% 那债券基金呢 我觉得债券基金的话呢 通常大家是不太会去停利的 因为回顾一下 债券的本质是什么 是固定收益 债券基金一般人通常 我们都是用来领固定收益的 我们反而是喜欢看他禁止下跌到 我设的数字的时候去加码 所以证券基金我觉得可以不停利 平衡基金其实也可以不停利 但股票基金可以把它设 爬数比较高一点 第三个是我刚提到的 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在低点扣 然后你今天就发现 你扣了一次或两次之后 你可能才扣6000块 但是已经15%了 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 每个人的总金额大小就好像不同 但如果今天你是在低点呢 你一下子放10万块进去 就像你可能在之前股债的时候 10万块进去 哇 它好棒哦 它很快到15%或20%或是30% 才几天的时间的话 这个时候可以用个做法叫做 绝对金额 当你资金很大时候呢 你就去看 我们上面都会写 你去看你的每个基金库存 它会写现在你赚的多少钱 就是挣多少钱 你可以用绝对金额去看 比方说你可以自己设定 我赚5万的时候 好 输回 我赚10万的时候 或是我赚1万 2万 3万 金额相对大的时候呢 就是用绝对金额去看 而不一定要用相对%了 这三个技巧可以提供给大家 在面对自己的基金库存的时候 怎么设停利点 但要记得一定要 停利 不停扣 绝对不要停扣 都可以让你赚到钱的 它长期下来一定会是一个 稳得好经济 所以不要因为呢 你觉得 欸怎么好像禁止很高了 禁止又突破天花板了 你就停扣 绝对要停利 不停扣 那现在的基金平台呢 都很智慧 像我自己就会去设 大家算一下 我这个%等于多少单位数 然后赎回部分的钱 本金就继续让它在里面 继续滚的 所以现在其实 停利也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好 那么再来就我问说的 好 停利知道了 那停损呢 要停损吗 其实停损这也是两个问题 停损是什么意思 停损就是说 我看到我的账面上是负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要把负的赎回叫停损嘛 也就是停止嘛 你要让它承受你此刻 这个付报酬吗 那基金套劳就是 你不停损 然后套在里面 继续一直付付付付付 这样对不对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这两个状况也不同 这两个做法也不一样 事实上你看到账面上付报酬 是很正常的 我们这时候呢 又再画一个微笑曲线出来 我刚刚讲了微笑曲线 好 那如果你是在24000点扣 那是不是就在这个笑容的最高点 真的很不幸 你就刚好碰到这个八月股灾嘛 就动动动就往下啦 所以一定会有付报酬嘛 因为我们就是会分右侧跟左侧啊 所以你在笑容的另外一侧 一定会是有付报酬的 所以看到付报酬 很正常不用太担心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从高点扣起 但是付报酬虽然很正常 付太久就不正常 付太久你就是被套牢啦 你发现我一直扣一直扣 他怎么还是一直付 一直付一直付 这就叫做套牢套很久 那大家就问说了 要停损吗 那看到付报酬怎么应对 事实上我觉得你选的是好基金 你确认他是值得长报的 基优基金的话 你看到付报酬 反正应该要开心 像我就会很开心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就是说呢 我现在买到是更便宜的单位数了 我一样每个月是扣3000块 是扣5000块 那我过去可能只能买到20单位数 他现在变付报酬 我可以买到30或是50单位数 也就是说我买了更多了 我用一样的价格可以买到更多的单位数 但他后来上涨的时候呢 我单位数也变得更多了嘛 那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单比加码也更划算 所以我们常常为什么要利用什么 -10% -15%的时候呢 你要去加码扣 本来3000就加码扣6000 那有人说好那我不停损 可是我就先放在那 因为我可能没有像小姐姐 对于基金的这个尝试呢 有这么的确定 那我有点没信心 因为在市场很恐慌的时候 我不停损 但我也不敢再扣了 有人会问停扣可以吗 其实呢我认为是 该停损的要停损 也就是烂的要斩断 但不该停扣的不能停扣 怎么说呢 我们就来看看了 哪些是该停损的呢 你就去看一下 我们会选基金的嘛 我们选同类型 比方说呢我们就是都是在这个 科技类型当中 好那我们已经走过股栽了 已经穿越回来了 同类型的别人的绩效都回正了 你的这档怎么还是付报酬呢 你的也还是在定期定的扣款 那是你的还是付报酬 然后再去看一下 我们会有这个绩效排名 哇代表他是垫底的 所以这种就是跟他停损吧 跟他说拜拜吧 停损坏的钱 虽然会有点伤心 因为你可能是赔钱的状态 但是这些钱记得 不是拿去花掉 然后就是要吃饭 然后觉得自己很可怜 没有 这些钱你拿去买 前段班的 同类型的 绩效好的基金 这笔钱还是有可能回正 甚至可以让你赚更多 因为你要选回好基金 所以要做一件事情 要做检视基金的未来 先检视基金的趋势 基金的排名 基金的绩效 才值得去解套 不值得的就是停损 好那解套要怎么做呢 解套就是另外一个模式了 解套就是说 我很不喜欢看到付的 我要把这个付的变正的 就是这个moment当下 你就不要一直看到付的 你要变正的 这叫解套嘛 因为我希望全部都红彤彤的 所以我们要确定基金没问题 才值得去解套嘛 对不对 很多人解套之后是 好好好我回正了 我要赶快赎回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没有急着用这笔钱的话 不用用到解套的方式 因为他终究会回来 大家先记得这一点 所以我们要先去想清楚 什么时候你要解套 或是你就是放着让他走回来 好那我们已经确定了 基金没问题 他也值得解套 因为他是刚刚小姐姐讲的 不该停损的那一种 而是要继续扣下去的 那第一个方法就是单笔 持续的用大金额去扣 而且每一次扣的要比前一次多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会设定所谓的低点加码 对不对 我讲一个我的做法 我可能会在-10%的时候 我本来越扣3000 我-10%的时候我就设定扣5000 -15%的时候我就设定扣6000 -20%的时候我会设定扣8000 懂了吗 就是我每一次都大金额去买 然后每一次跌越多就说 我扣的钱是比上一次还要更多的 可是这是单笔自己手动每次都下去 代表说你的银单要够多 那第二种就是我定期定额持续 就是我每个月扣的钱还是持续 可是我就不去看他那个付的%数了 而是我提高我定期定额金额 我干脆就是每一次6000 6000 6000 每一次变成8000 8000 8000 但是我不去预设 或是我不在这个月子内故意扣很多 而是我就在固定的定期定额继续做 但是我提高我的金额 这两个呢都是适合你去解套的做法的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哪一种方法成功的方式高呢 对 就是第二种成功方式比较高 因为第二种呢 他虽然资金每次可能要提高一倍 但是你持续留在这个市场上 然后你持续去做这件事情 也不用觉得准备很多钱 因为如果你用第一种的话呢 单笔就每次的钱就要比上一次大 那如果你第一次发现 什么报酬运才上升一点点 你就会有点失望 这是人性嘛 然后第二次你又再杂力写写下去 觉得说怎么还是没有符合说 你想要翻证这样子 解套的心理预期的话 你就会想要放弃了 所以呢 事实上这两种方式呢 都还是要有耐心时间 以及关键的充足的银蛋 但要选择值得解套的基金 我们才要解套哦 选好基金 好标的好地区好资产 它是长期向上循环的 会因为生产率循环向上的标的 再也就是我提到的很重要的银蛋准备好 那我们就来实际的给大家看图 我有教过大家 我们要选什么样的要趋势向上 就是一定要左下右上 大家最基本最基本的 以后呢你要去选基金买基金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呢 点开然后看它的净值图 我们就选左下右上的 好那我们来看这张图呢 它有A跟B嘛 我们讲就是左边这个 就是很多波让这个比较A 然后B就是最后高峰在右上的 这个叫做B 大家认为A基金还是B基金 值得解套呢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刚好 都在比较低潮位置的话 绝对是B基金就不对 为什么是B基金呢 因为你会看了 A基金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A基金的牛短 但熊很长 我圈起来就是熊市 它熊市时间很长 它是一个牛短熊长的 也就是说你每次就算一直扣 因为我刚刚那两个方法进去 你只会觉得你撒了很多很多的钱 绩效却没有显著的成长 然后呢也没办法解套 因为它熊市太久了 但是如果是B基金的话呢 你看它熊市这么短 它大部分时间都在牛市 而且它是一个一直趋势向上的状态 这两个基金不是我特别去挑的 我怎么挑 我就只是选的 我大概印象中我选地区 然后我选一个成立时间都有 差不多10年左右的 就这样去挑 那你就会知道哪一个 比较值得长期下去了嘛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 B基金它就是一个科技基金 然后A基金呢 它是中国基金 好 那我们就知道说 中国基金 大家这个时间点就尽量不要去碰了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 哪些基金是适合解套 哪些不适合的 最后给大家提供的秘诀 我们如果说呢 你知道你自己拥有的东西 很值得嘛 继续扣 举个例子来说 像如果说 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 值得拥抱继续扣 但是你却在遇到 它付报酬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承担 而是很恐慌性的卖出的话呢 我们以2008年 金融海啸的例子来看 如果你在2008年 金融海啸那个时候 我们一样是5000元 然后定期定额 然后来投资美股 然后呢 你如果坚持下去 经过2008年 三年之后 报酬率大概都是有1到2成 可是如果你在2008年的时候呢 雷曼雄敌那个时候 你赎回基金 亏损最高是-3成 也就是-30% 可是如果你定期定额扣下去的话 你当时报酬最高是正30% 也就是说呢 在同样面临付报酬的时候 你的选择不同 以后的路就会不同了 所以呢 就算在空投市场下面 还是会建议大家用我刚刚的方法 就是你保有定期定额的好习惯 然后你很不喜欢看到 付的报酬率的话 你就是提高你的定期定额金额 一定要想好 因为这是跳楼大拍卖的时候 你可以买到好的单位数 但重点是 一定要选择 它是趋势向上 然后稳健的好的基金 那怎么样是趋势向上呢 刚刚也用了两张图给大家看 很直接参考了 以后你也会选到好的基金了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呢 这是一个投资大师 Peter Lynch讲的 Peter Lynch他就说呢 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下跌正是好机会 因为是去减那一些 慌忙逃离风暴的投资者 留下的廉价货 我觉得廉价货 这个词然也是 比较翻译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它本来是优质的好商品 但它现在变得便宜了 所以呢 我们用便宜 但是它还是 CP值很高的商品 在下跌的时候 就更展现 它值得拥有的价值了 所以呢 就是今天的 小姐姐基金必胜课 两个关键的买法跟做法 提供给大家 那如果你很喜欢很多 主动基金的想法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请持续锁定 小姐的财经汤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基金小姐姐 詹玄一 想要锁定最新的财经资讯 记得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品观点 小姐姐的财经鸡汤